請問煤炭怎麼來的? 煤炭怎麼來的? 蛤? 動物的屍體 喔 不是喔 植物的 植物 植物 很好 沒錯 其實 想煤礦的時候我會跟大家分享幾個經典 我快速跟大家講 921地震的時候呢 原本山上的植坯有沒有看到 綠色的森林帶 板塊移動 記不記得之前有個九分二三 好像被移動了快一公里有沒有 對啊 大地的這個移動過程當中 整個那個植坯啊 就陷落了 根莖都被拔斷了 然後滑到低蛙處呢 也因為低蛙處 水往低處流形成了驗射湖 造成台灣有兩個景點 一個叫做忘憂森林 一個叫水漾森林 有沒有去過?有沒有聽過? 有 有去過嗎? 溪頭有一個忘憂森林 那你從山林溪進去 那還要走六七個小時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個就是以前 救國團吸壓縱走的路線 就會遇到水漾森林 那個水漾森林就是 你們上網查齁 那個就是之前九二一造成 那個植坯啊 在低蛙處 然後水漫到這邊 那個導引在水面上 那個真的很像夢境 那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植物呢 今年雷月 它慢慢慢慢枯實 然後形成腐積質 形成碳化的第一階段 叫做泥碳 那碳化有四個階段 我說一遍你們說一遍 四個階段就是 泥煤、賀煤、煙煤、無煙煤 換你們說 泥煤、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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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煤 很好 大家都很震驚 上次我說換你們說 小朋友跟我說 酸煤、烏煤、化煤 我說還少一個喔 他說漫月煤 泥河煙無煙 泥河煙無煙 OK